大白牛车的启动 我们讲过有三个师弟 安住 观照 发愿 先安住 一念进进行 观照时如是 发起伏迪业 过去 就这个一修和尚 跟他师父 两个师徒俩 在山中一个小茅棚 打蚕蚕 蚕蚕快结束了 到了第七天下午 到晚上就结束了 突然前他师父说 别做了 因为两个人经过七天的休息 行都静下来 我说别做了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他师父就把这个一修和尚 就从茅棚出来 就一路一路带到山顶上去 一路上 可以说是 清风历草 历草 鸟饮花香 这两个就坐到那个地方 眼方 也看着四方 看完以后 他师父也一句话不说 好 回去 那么黄黄的时候 两个师父俩就慢慢 要回到寺庙 快到的时候 一般当然是 快到的时候 两个要一起进去 他师父就先进去 就把门关起来 就把一修和尚关在外面 所以一修和尚不知道为什么 把我关在外面 他就坐在阶梯上 等等等等 等到从黄昏 等到天黑 天黑 天黑以后 他师父就把这个扇门打开了 就探头出去说 一修啊 你看到什么 一修和尚说 天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 他师父说 还有呢 一修和尚回答不住 他师父就很生气 就把扇门关起来 什么都看不到 你这七天 常白做了 后来一修和尚想 他说 师父我知道了 他师父要把门打开来 他说 我虽然天黑了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一切都在 主义 一切都在 白天的景观 跟晚上的景观 差别是 一个看得到 一个看不到 但是 诸位 山上的景观 到了晚上 还在不在 当然在嘛 亲身 依旧在嘛 只是没有 没有照亮而已嘛 一切都在 这是关键 我们现在是一个 黑暗的真如本性 但是真如本性的功德 一切都在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信件 诸位 请你从今以后 不要老是觉得你 业障深重 对对 没错 我们从音言角度 在修皈依的时候 是业障深重 业障深重 深重是从音言所生法的 假名 假象来安利 其实你回归到本性的时候 你要肯定自己 所以佛法 有佛地们跟肯定们 修皈依 你要跟阿弥陀 修皈依 当然你不能说 我跟你一样 修皈依的时候 谦卑一点 我业障深重 弥陀万德庄严 我皈依阿弥陀佛 但是你要往生的时候 就当人不让了 极乐世界 是我信中本具 所以我用本具的 一念心性 来一念弥陀 所以人念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不可思议 所以自然敢一道教 所以 念佛的时候是谦卑 往生的时候 你要当人 你要肯定 你可以往生 那是一个 所以 诸位 你在死法跟全法的操作 要非常的灵活 从全法的角度 落入音言所生法 那我是业障深重 但是你回归死法的时候 你要当人不让 所以 诸位 你现在有两套方法 一个是全法 全法庙 落入音言所生法 我们是一个业障凡夫 落入真实法 我们是跟诸佛是同一个 真入本性 叫做明治记的真入本性 明治记的大白牛乘 那么 所谓的一切都在 一切都在